嗨 欢迎收看今天的不爱就散 方玉律师 方老师 好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一个破题 因为这个case我觉得非常常见 但是比较有趣 好 那今天的破题是说 请问你如果你是女性的观众朋友 现在正在看的话 在你的亲密关系里面 你最不能忍受 不管是你的先生或者是另外一半 他有哪四种女性的朋友 就是哪四种女性的关系 是你觉得既然我们两个要在一起 那些要退散 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老师 好 我帮你拿 然后你来讲解 对 老师 你觉得呢 你觉得好 就是说你觉得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你的同居人好了 或者是你的老公 好 有哪一些朋友 不管他讲说交朋友不是自由吗 他身边哪一种人 你最不能接受 我觉得当然是 情妇当然不可能嘛 对 所以这个绝对不可能 他真的情妇不可能 当然有没有因为有情妇了 你还在婚姻关系中 坦白讲还真的不少 有 因为像 比方说我是天龙国的人 身在这边长大在这边 在那边工作 就是有一些饭局啊 这种饭局我觉得其实 我不要讲道德上啦 那我觉得同桌的人都容忍 而且视为他每次带出来的女伴 只要不是他家里的那一位太太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寻常你知道吗 他不是每次带不同的妹来 他就是固定带一个就是这个角色 就是这个角色 对 但是同桌的人都知道 而且呢 还会跟他这个一来一往的 对 尤其你出去打高尔夫球 或者到国外去 你会发现带的都是这个 是吗 高尔夫球 就是出去说 对不起啊 就是如果有落到谁的话 你不要对号入座 就是出去玩出国 然后打高尔夫球 你会发现带的伴 好像都跟原来的配偶兰 不太同一个 诶 这个红粉知己 也是不行 可是我跟讲 我觉得这个最好笑的是 我更不相信男性有什么知己 诶 如果冒犯了男性 他们能够有朋友就不错了 我讲的就是不是那种哈拉的 或是酒肉朋友 什么知己 不可能 就是我觉得在灵性上啦 那个很属 灵性分数要稍微 稍微高一点 人家才会给你当知己啊 诶 你觉得男性很难有知己 对不对 我觉得很少 欢迎留言 如果觉得我冒犯了你 生气要骂也可以 真的吗 知己 你看老师 好 还有一个就是好朋友 也不能接受 也不能接受 那这个好朋友是什么定义呢 就是 好像你被抓到什么 哎呀就好朋友嘛 就是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到厕所里面 还在一起通烂 那是我好朋友 something like that 诶 我告诉你 最怕的好朋友是什么 共同的好朋友 哦 有没有 就是你老公外遇的对象 是你的好朋友 新闻事件有过 我还想想看名人的事件有没有过 有好多哦 上次我在讲有个我们好 不爱就善有一集就是 他就是跟他共同的好朋友去爬山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集 哦哦想起来了 那个就是共同的好朋友 好 那这个好朋友是他 当然是指说老公的好朋友啦 那可是经常会 女生比较没办法解决的就是 共同的好朋友 那这个男生的好朋友 他也不太能接受 好 我的案子一当中 前妻他当然很不能认受 好像你们是一家人一样 嗯这个我有 嗯对不对 很难接受 我有朋友他发现呢 他出国的时候 他老公有载过老公的前妻 但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孩子嘛 所以他气到一直叫他老公换车耶 因为他坐过他的优价 对 是是是 这种前妻坦白讲对他们来讲是困难 我曾经有一个小故事 我跟大家是差题分享 他就是前妻变小三 小三变老婆的案子 变大老婆 他就简单讲就是说 他老公爱上了一个小三 反正有了 然后这个大老婆其实是他的嫌内住 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什么事情啊 公事私事啊都是这个老婆在处理的 后来这个老公呢就去参加一个什么 什么交友社什么的 就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小朋友 女生小朋友 然后就爱上了他 爱上了他之后呢 然后他就怀孕了 怀孕之后他就得要说 老婆没有离婚 老婆说那我祝福你 我刚好也做得蛮累的 所以老婆变前妻 老婆变前妻 可是 可是他结婚当天 要跟这个女朋友 就是要结婚 对不对 这男的不愿意离开这个前妻 好所以前妻 还有前女友 我觉得这边还少了一个干妹妹 干妹妹啦 对 我跟你讲就是好多人就是 这里还妹妹哦 对我觉得他不属于任何一项 因为比方说 你结婚或是你交往的这个对象 在你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你慢慢发现 他以前就有一个干妹妹 那这个 这个我很不行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列一下 对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好像蛮多的 我觉得搞不好干妹妹 可以差在红粉之体前 因为我发现 他们不知道跟这个女生 这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用说 这是我干妹妹 不然就我学生 哦真的吗 之类的 之类的 他随便会安一个身份给他吧 好 好我们现在分析完了 我觉得下面一定 鼓掌鼓掌鼓掌 大家都好多同意哦 你自己在想象 女性不能忍受 男性的旁边有 这四个出现 尤其是频繁出现 所以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里面出现了其中一个 好 打麻将 打麻将 的好朋友 这就是好朋友 好简单讲就是说 这对这个男性呢 他就逢年过节呢 其实就是玩一个小牌 然后他就会打麻将 他想说他老婆就说你逢年过节 放假你不回来 你结果你在你另外一个套房 跟你的朋友们就打麻将 所以呢他就用这个 就是他们都有监视器嘛 就是走道有监视器对不对 那是要 那是要去监视炸狐的人 炸毒的人 好 好 结果呢他就发现 他就大年初一到初四 都在那里 都没有出来 所以他就说 这个叫做侵害配偶权 就是说那三个 那三个打麻将的搭档 对对对 都被他告侵害配偶权 没有没有没有 他三个搭档里面 只有一个女的 所以他告那个女的 你觉得他告另外两个 我想请问 侵害配偶权 我以为是要发生了性关系 然后你有证据才能告 不是哦 没有没有 大概这样 这样 所以就可以告 对对就是你的 哎呀所以女性没有 你一定要记得 今天这一集啊 你有什么看了不顺眼的 就可以搬出侵害配偶权 对 他只要超越一般的 这个夫妻男女关系的时候 就会被认定是侵害配偶权 所以他就告了 那个打麻将的 女的 其中的一个女的 一个牌友 牌友 后来他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打的是 离婚也打了侵害配偶权 他就说他老公外遇 那当然那时候 就有个讨论 外遇两个字 一定不在法律之内 只有侵害配偶权才是 所以法律用语 没有外遇这个字啊 没有这个字 有通 以前有通奸罪 然后没有外遇 也没有出轨 有离婚有一条啊 就与他人发生性交叉 但是女性认定的外遇就是 你走到性交这一步 那真的是再见一妈死 可是前面有很多让我心里不舒服感觉的 那个就叫外遇啊 就是遇嘛 就是遇到了 不对的时间 不对的空间 不对的人 你相遇了 这就是我认定的外遇 对 就是你外遇了嘛 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法律对 告不成吧 后来没告成啦 他就说你们两个同居一室啊 男女啊 他说我又没有雇男寡女 还有三个牌 还有两个牌友的 所以最后呢 就是判决 就是驳回了这个案子 但是后来 Turn out 旁边那两个男的是不是配角 以成就他的 至少在一起也开心嘛 是不是啊 就那个 这个太太的直觉 准不准他的雷达 所以那个一起打麻将的 准的 真的喔 是准的 他就是拍到 也拍到那两个男的走 那女的比较晚一点走 他当然就准啦 我还以为他掌握 就是他老公一直输钱 放牌给他 没有没有 他就发现说 两个男的走之后 他还留着 哇 所以他老公这个外遇 也安排得 下费苦心 这两个男的 还要初一到初四 然后呢 做他的牌搭子 昏天暗地的 一直摸八圈 嗯 然后来成就 成就这个局 嗯嗯 对 然后呢 老师你觉得 侵害配偶权 到底这个 怎么算 所以通常是 侵害配偶权 我怎么 最近因为最近 我要讲这件事是抱歉 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一位女性 名人 她后来被判了 四十万 哦 对不对 她被判了四十万 但是她说那时候 她的户头存款金额 能够给付的大概就是 她讲的是不是一千啊 还是几千块啊 对 对好像是 好像是 其实她是被 应该是学长吧 还是 妻子高 然后侵害配偶权 对对对 好像好像是 那我们在讲说 侵害配偶权到底要怎么算 那现在实物见解是 要斟酌加害的状况 第二个双方的身份地位 第三个是经济状况 还有被害人的痛苦程度 这四个好抽象 所以 请问双方经济状况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她是不是复得出来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她的经济状况 譬如说她可能是一个董事长 对不对 然后呢 被害者 应该讲被害者就是原配 她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 OK 她这些经济状况就悬殊 然后陪的人 加害者 她的经济状况很好 那她又会多判一点 那第四点 我觉得是大家比较想知道 目前在判例里面 身心受害的 受伤害的这个程度 这个就是法官 她完完全全的 有她的法医来判 对对对 但是也不高 就是台湾判 精神卫福金真的很低 就大概三十五十 我们在下一集会来 跟各位讲 到底法院会怎么判 好 那不爱就算 我们下集再见之前 对 这个表列 我们还加上一个甘妹妹 甘妹妹 或者是你们还有什么 可以继续加 因为老师多加一个甘妹妹 你们可能会加更多 会是什么 直播主 不会 这直播主 有直播主让她可以投射幻想 每天去送礼 那还不错 还有谁 不会在家里面啰嗦 你至少去迷一个直播主 那个whatever 你觉得还有谁 青梅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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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年轻 应该没有看过婉君表妹啊 青梅竹马会哦 这个也很重商 从小到大一起长大 然后突然出现了 就是初恋情人 我觉得还有初恋情人 那毛也会竖起来 再接一块珍珠板 那还有啊 同学会的 以前的 对不对 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那种冒出来 你前面的案例也 有多的 对对对对 还有谁 大家往下加 我们留点空间 给下面的朋友 请你们继续接龙下去 对 我们很等着看哦 别忘了要按赞 开启小铃铛 然后希望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希望能够充到 一万的订阅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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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